好 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要看一下强谈了千点之后 大盘有一点点开始横盘的整理 所以操作上落后补障股 会不会比G高个股来得更有保障 对 当然了 因为其实在上一期的 非凡商业周刊 我们就特别有去帮大家整理 8月份联久黑K之后 哪些股破底没有再破 那很明显看出来 真的是在月底的时候 他就有一些明显补涨的契机 那大家可以去参考 那我把同样的情况 就是说我们套在 9月份上涨几率高 其实如果在这个节目播出之后 下个礼拜有稍微回一点点 大家不要觉得压力很大 我反而觉得 有一点点回进场去买 可能赚钱几率比较高 你还是要记得上8月份 如果能买 月中之后在进场买股票 那几乎都是随地都是便宜可以减 那既然要减便宜 我当然就希望能够找 本益比比较低 简单讲我是想找低基期 可是有时候低基期 就是汉微嘴巴讲有时候 很难有一个水准 什么叫做低 那航运股现在就很低 你的低跟我的低可能不大 你跟高档200多块 跟现代比或者腰斩 可能就是不要说腰斩跌了 修正3-4-10%很低 所以我就用低基期来 去做一个比较 那在10倍或10倍以下有两档 一档是利太跟新洲 那它比较属于中小型股 那如果是电子股的话 你可以看到 大概都在12倍以下 或15倍以下有起立新 都是电子元件 所以你看半导体已经真的是 没有低了啦 半导体拿还有什么低基期 低本益比 智丰跟巨响 这个都是属于 比较属于电子零主件这一块 你看像麒麗星 算是被动元件 或者电子零主件 里面算是也算是知名度蛮高 那本益比相对也比较 没有那么的高一点点 当然现在好像大家有点担心 就是说因为之前有传出啦 当然我不是讲麒麗星就是 在被动元件这一块 好像有一些价格上面的调整 可是你看它半导体还能涨价 就表示市场上热度还是在 所以大家可以去做一些观察 那在其他也是非电子族群 那相对比较属于低本益比 就是天平 四季钢其实真的很特别 其实它股价 跟我有跟三五年前 那时候低点的时候比 它已经涨了蛮多了 但是因为这个风电的效应带动之下 它的获利都还能够维持在 一定的水平 股价也有一点修正 所以其实它有列入到低本益比 那新天然就是我刚刚有跟大家提到 油电燃气这个 虽然它本益比不算很低 所以我也希望能够买到10倍 我们看一下新天然的股价走势 这种股票真的都是 一种所谓的金融风暴来 你才有机会 或者像打一个9908 大台北瓦斯 你看这种股价都是 你要等它低 也低不了多少 因为它就是一个营运很稳定 然后很紧去循环的股票 所以其实这种股票就是 你就是去找一个相对性的低点 那我最后跟大家讲一个操作面 就是因为现阶段 我们这个刚好9月份上涨机率高的 都是属于一些中小型的股票 有时候它的成交量不是很多 虽然金管会啊 郑交所现在已经有找一些 券商自营部门来做一些造势 那不能保证都一定是我们提的股票 就是它造势的股票 所以我觉得面临到比较中小型的股票 你还是要懂得分散投资 我举例就比如说像我这边有8档 那你可能就是 假设你是刚好80万的资金 你要全部一次投入 那就是每一档10万 那如果我不要投这么多 那你可以投一半的话 那你可能就是每一档5万 以比例性原则 但我不是讲刚刚好 如果这档股票一张就超过5万 那你也没办法 来做一个分散投资 这有一个坏处是说 可能赚的时候不像重要一档赚这么多 可是好处就是说 不会因为一档股票跌 而让你整体的报酬率 出现亏损的状况 所以这个是从上涨几率比较高 而且退居在比较低的本益比 现在大家来做观察 另外要请教明翰的是 最近电子股发现很多外资报告 是看得比较乐观一些 尤其从IC载板来做关注的话 南电的部分外资高 还有机会上6字头600多的目标价 所以您认为接下来9月份 我们可以从IC载板来继续操作吗 OK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尤其是我们前段就有提到 目前市场资金慢慢往电子流动 那这个抓几个特色 我们之前就提到 其实这个电子成交比重持续回升 电子已经成为主流 但是其中有Megup 就是所谓的上下游来讲 目前确实上游的获利较好 所以我们前段的部分 一直告诉大家 这个IC设计的部分 相关半导体表现相对较佳 可是这块所谓的PCB的部分来讲 也会有机会受惠 虽然幅度不如上游的半导体 但是比较重要是IC载板 虽然归类在PCB族群 可是他们的业绩面 却跟半导体有直接的相关度 所以这个半导体需求好的情况下 这IC载板的需求 自然就相对来讲 一直维持一个比较强势的格局 那这三档来讲 我们跟大家提到这个 就大家看比较中长线 其实过去来讲 新兴跟南电的关系 紧密度相对比较高 那这个紧硕的一个部分 过往的所谓的表现 是相对比较落后 但是这个后续而言 在去年落后的情况下 今年反而出现比较明显的追涨 我们在讲这个所谓的基本面的部分 所以固然来讲 可以看到如果就本意比而言 有一个共通特色 其实就PCB族群来讲 这三档来讲都超过20倍 其实是一个非常高本意比的族群 可是我们要提醒大家 你从过往的 大家回想到18年当时的被动元件 或者是今年的货归三雄 都有特色 就是刚起涨的时候 通常看到这是高本意比 因为股价先动 在它的获利还没有大幅出炉之前 它会股价大涨 所以你一定会看到 大家会提到本意比有点高 可是你会发现外资不断的提高 目标价 股价不断的持续往上走 所以这就是我们以前有经验的 这个师傅都告诉我们 课本交的是刚好是颠倒 因为大家都是要买低本意比 对 怎么会买在高本意比 可是这种成长股 反而应该买在高本意比的时候 但是等到低本意比的时候 反而是要卖出 对 因为到时候就表示 你的获利慢慢都进来了 股价涨不上去 自然本意比就下来 那我们回归基本面来讲 这主要的部分就是靠着系统性的封装 我们常常提到比较现金的封装 SHIP的部分的一个需求 那另外天线封装的普及 这两块导致目前来讲 这个BT载版的一个部分 那之前呢就市场都一直讲说 今年2021年没有太大的疑虑 那后续上半年又提到 不只今年是一直到明年都没太大的状况 一直到我们这个第三季近期的法说 公司不同的看法越来越乐观 一直有提到2023年2024年 就提到等于说未来看到三年 其实目前几乎都呈现满载的现象 甚至有公司都提到 大家都在很多电子业都说 今年的一直到年底的订单都已经满载 IC载版直接告诉你 到明年的都已经满载 所以市场来讲 当然就会呈现比较乐观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提及 目前市场趋势只要持续回流 股价强势的情况下 把握一个原则 不要去做最高的动作 但拉回时间点来讲 应该都要做介入的动作 好 确实台股的多空工房站 这两天其实看到有高达700多亿的资金活水 那么现金股息入账 也希望可以成为台股再工的一个动力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 感谢汉威 也感谢明汉来到节目的现场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